全台累计五起儿童染疫并发脑炎的死亡个案 引起了家长的恐慌 等不及校园集体接种疫苗 大家先各自上网预约 台北市疫苗预约平台在上午9点钟开放预约 释出了辉瑞BNT儿童疫苗7232剂 结果在15分钟全部都预约一通 还有不少诊所是秒杀额满 台北市府表示是否会加胎预约量会再做讨论 而国小校园的疫苗接种医院书陆续回收当中 目前看起来BNT的预约率明显比莫德纳疫苗来得高 早上9点到北市疫苗预约平台正式开抢儿童BNT疫苗 想预约成功动作还真的要快 除了填写基本资料还得选择要接种的诊所和时段 根据北市府统计才过了15分钟 儿童BNT疫苗7232剂通通被预约完 北市正在眼里是否加开预约数量 不过尽管网页没有塞车却bug不断 县市显示验证码错误 预约资料送不出去 想改击重点和时间看看别家诊所 明明显示还有名额点进去却变成额满 疫情升温加速家长让小孩接种疫苗意愿 统计国小的疫苗接种疫苗调查 想打BNT的人远高过于莫德纳疫苗 决定接种的有292位接近300位 比例上大概4成 今年首批辉瑞编梯儿童疫苗24号 先配发一批40万剂 到各地方政府卫生局 25号陆续开打 但校方统一打 时间恐怕要等到6月后 家长等不及 不止预约平台被击报 实测台大医院和台北马街医院 想预约儿童编梯疫苗 也大多呈现额满状态 各地开放预约儿童BNT疫苗 纷纷传出秒杀消息 也不难看出家长的心中担忧 记者总不倒